文學、歷史、哲學、商業、工程、藝術、音樂 隨時隨地,邊聽邊學 穿梭大學電堂,捕捉智慧光芒 大學堂 大家好,歡迎收聽大學堂 我是趙善欣 在這個城市裡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察覺一個普遍現象 就是在上班、下班的時間,打工一族搭港鐵、巴士的時候 會在車廂裡面睡著 香港人這麼睡得,很可能是因為平時睡得不夠 醫學界建議,每人每日應該睡7至9個小時 但香港人平均每日只是睡6.72個小時 同時也低過全球平均的8小時 九成的香港人有睡眠不足的問題 加上香港的工時也是全球最長 每星期的平均工作時數是超過50個小時 再加上壓力大,失眠可能都是家常便飯 如果你睡得不好,甚至乎有失眠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呢? 今集,我們會繼續去到香港科學館 參加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李興博士主講的講座 《睡眠與健康,我們知多少》 這個講座是香港科學節2019年其中一個活動 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及腦語認知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辦 我們首先來聽聽說睡眠不足對一個人有什麼負面影響呢? 我們看看長期睡眠不足有什麼後果 首先在身體方面,其實主要就是睡眠不足 你日後會比較疲倦、眼睡一點 容易引起一些意外風險 還有人要多些,譬如要靠喝咖啡、喝茶來提神 另外就是長期不夠睡眠影響新陳代謝 增加一些肥胖和心血管疾病或者糖尿病的風險 另外在情緒和精神方面,我們自己都會覺得 你睡得不夠,就個人很猛疹 小小東西可能你都很容易很猛疹,容易發脾氣了些 會容易誘化一些情緒的問題 那認知方面,就是這些我想大家都會有感覺的 就是你不夠睡,反應就慢一點 難集中精神、判斷力和記憶力都會有些影響 從而就會影響平日日頭的表現 例如做事、讀書的表現 你17-18小時不夠睡,其實好像喝醉了酒 危險的地方就是,你不覺得自己反應慢了 所以也有一些推薦 其實不夠睡駕駛和喝酒駕駛的效果是一樣的 都是很危險的 所以這個研究是特別告訴大眾 其實就是要確保足夠的睡眠 才可以避免一些意外發生 最後在行為方面,不夠睡 就個人容易發財 可能你聽聽我說,你就可能去到別處了 如果你昨晚睡得不夠的話 另外呢,如果是小朋友,就會明顯多少少 他會容易一些,好像過度會弱的症狀 即是懵懵的,吵吵的 即是行為上會有一點點影響 特別是小朋友 那小朋友不夠睡,跟大人會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大人就會是,可能很牛鬥,很眼睡 人總是貪美的 但假如你睡得不夠,想美都挺難 即是我們說美容教 睡得不夠,會不會影響到我的義容 之前也有一個研究去比較一下 如果睡得不夠,會不會影響周邊的人對你的反應 那個研究就叫那些人 有一晚不睡覺 然後第二天拍了一些相片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有一晚是睡得很好 然後第二天早上又是拍了一些相片 他們就把這些相片混合在一起 給一些參加者評估 那些參加者覺得那些人的相片吸引到 或者那個樣子漂亮不漂亮 讓他們評估 那個研究就發覺 原來如果你不夠睡 其他人會覺得你的樣子比較殘 不是很想接近你的 所以如果大家希望 都是社會的希望 都是有些吸引力 那就要盡量嘗試睡得夠一點才行 醫學界有研究顯示 要維持身體健康、睡眠 甚至乎比飲食和運動更加重要 不過很多人說 他不是不想睡 而是睡不著 因為在香港 平均每十個人 就有一個幻想失眠問題 那計一計 即是有七十四萬的香港人 晚上都是眼光光等天亮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失眠的問題 那不如聽聽聽 自己有沒有以下的病症 那失眠是什麼呢 失眠有幾個症狀 第一就是你上床之後很難入睡 滾來滾去都睡不著 第二就是你半夜很難維持持續的睡眠 可能睡一覺醒著 睡覺後很難睡 第三就是你早上很早就醒 然后就眼光光等天亮 其实偶然失眠是很正常的 有时候有些压力 或者第二天有些很兴奋的活动 有时候你是很难睡得少一点 难点入睡的 但是如果你有刚才我说的这三种情况 失眠的症状 而且可能每个星期有三晚或者以上 而且又持续了三个月 又会影响你日休的一些功能 譬如说经常会很累 还很难做到事情 就会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 是一个失眠症的问题 可能要多一点留意 看看需不需要一些适当的治疗 失眠其实是挺常见的 10-20%的成年人其实都有失眠这个问题 而在儿童青少年当中 我们看到有4-6%的儿童青少年 最近一年里都常常有失眠的问题 你看这个数据好像不是很多 4-6% 但是我们说他们失眠的情况 是要每个星期有三晚或者以上 他都睡不着 而且是整年都有这个问题的 如果你看回 如果只是看症状的话 其实都有37%的 青少年其实是有睡不着这个问题的 我们都知道长期失眠 其实是一些和精神和情绪问题有关 失眠的人士可能都会容易一些 有机会滥用药物或者有些行为方面的问题 虽然失眠其实对我来说很大影响 或者令个人很困扰 其实都 但是事实上大家那个失眠的人士 他求助的情况又不是很普遍的 我看到其实只有4成的失眠人士 是真的曾经试过寻求治疗的 而儿童青少年就更加少了 只有10%的儿童青少年如果去失眠 曾经寻求治疗的 那影响失眠的因素又有哪些呢 我们继续听李兴博士的解释 我们看看为什么人士会失眠 通常我们看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叫做前置的因素 就是与生俱来的一些特质 就是底子 比如说个人比较容易紧张 或者是完美主义者 或者家人里面有家族遗传 可能有家人是长期有睡觉问题的 如果有这些因素 其实是会增加机会 幻想或者是有失眠问题的 通常开始失眠都会有一些触发的因素 触发的因素就是急性失眠的阶段 比如说有些生活压力的事件发生了 环境一些转变 或者突然有一些情绪的问题 或者身体一些毛病 有些转变开始带给那个人很多压力 就容易出现急性失眠的 我们说很多时候 压力这些总会有的 可能很多时候 过了那段压力的时间 我们的睡觉会慢慢好一些 但是有些人 就算压力已经过了 但是他依然会继续失眠 在这些人当中 我们主要会看到 有什么持续因素 令到那个人失眠 一些持续因素 包括在一些行为上 就是这些睡觉的习惯 他未必是故意有这个习惯 令到自己睡得差的 他可能是尝试睡好一些 或者想调整自己的睡觉 他就有些行为上的改变 但是就不知道 原来这些习惯是令自己睡得更差的 另外就是一些心态上的改变 就是如果你经常睡得不好 你有时常开始担心 开始想 这些担忧 其实会令自己睡得更加难睡着 你可以看看 你有没有这些想法 比如说 我一定要有八个小时 才能够觉得精力充沛 或者是 日休小睡帮补一下也好 几晚都睡不着了 今晚一定要睡着 或者是 明天晚上又能睡不睡 很害怕 做梦不知道是否睡得不好 我昨晚整晚都是在做梦 一定没有睡过 或者是很多晚没有睡过 或者是想 今晚又失眠了 如果那个人整天睡不着 他就会开始对失眠 或者对睡觉 开始有些负面的想法 就是譬如说 那个人前一晚睡得不好 他就会自然而然想 糟了 今晚又不知道会不会睡不着 很害怕今晚又要失眠 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个人当然会有点点紧张 有点点焦虑 就想起 不知今晚会不会睡得着 有些人可能就会说 昨晚睡得很差 不如我早一点上床睡觉 早一点上床 就在那儿滚来滚去 因为他生理时中 都没去到那个睡觉位 越滚越想到的东西越多 因为睡在床上 不是拾手指 就在那儿想东西 越想越焦虑 越想越不开心 就会更加睡不着 刚才李博士就提到了 其实失眠 和个人心态很有关系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由这个角度入手 去解决失眠问题呢? 如果有身边的人 会有长期失眠的困扰呢? 那我们建议他都会 及早接受这个评估 因为有时候 睡觉问题 可能都会和其他一些 身体 或者情绪问题有关 那另外就是 可以考虑 譬如生理或者行为上的治疗 或者有些case 可能会需要药物的治疗 那很多我们都会说 可能要有一个综合的治疗 其实也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到 一些人治疗失眠的问题 那常见的一些药物呢 包括了鎮定剂 安眠药 就是医生会开给你的药物 或者是有睡意的药物 那譬如一些低剂量的抗抑屈药 那除了一些西药之外 都有一些中成药 那刚才说西药 主要是鎮定剂 安眠药 那通常呢 医生开给你 都主要是一个短期 或者是希望是有需要时才服用的 那吃药的好处呢 就是 哎 健效快 因为你吃完就会觉得有眼睡 容易入睡的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潜在的副作用 譬如说 效力不太持久 譬如你去到 可能半夜醒了 接着又睡不回 或者是醒了之后 因为药效未过 你会觉得有点眼睡啊 累啊 那也有一些容易担心 会不会上瘾 那另外也会有些情况 就是 就是吃了安眠药 他会有蒙油的情况出现 的 除了药物之外 治疗失眠药的第一线治疗 就是 运用回认知行为治疗的 譬如说 通过一些压力 和情绪的管理 做一些放松练习 等个人没那么紧张 特别是临睡之前 那另外呢 就是 糾正一些不好的睡眠习惯 或者 就是 尽量保持一些好的睡眠卫生 那另外 也会有些认知方面的治疗 就是 修正 那个人对失眠 这些负面的看法 让他没那么焦虑的 那另外呢 睡觉的环境呢 光线和温度呢 都要有些 重要的 譬如说 房间 其实夜间睡觉 尽量越黑越好 那如果你怕黑 那就可以用一下 那些小台灯啊 放在这里 就是特别是小朋友 如果太光呢 是不是那么好的 就是如果你可以用眼罩 或者遮光窗帘 都会有帮助的 早上呢 反而你应该是 起床之后 拉开窗帘 这样就会最好 除了主观因素之外 客观的环境 也都会影响 人对睡眠的印象 我们听下 李博士怎么说呢 那事实上 你的睡房的布置 应该是尽量 床就是被子和枕头的了 没有其他一些 淋测的东西 因为睡觉 你的睡房 或者你床 应该就只用来睡觉的 而不是用来做 做事的desk 或者是玩的一个desk 比如说想躺在床上 看影片 拍摄手机 很多时候 那张床变成了工作间 或者在床上做一些 不关事的事情 令到睡床 的效果就是 睡床和日间的活动 有点错配 那踏下床 没有了自然而来的睡意 因为正常人 你问那些睡得好的人 通常都是踏下床 我就睡了 不会想那么多 因为他们很自然 就是睡觉 那些睡得不好的人 很多时候 他们有很多坏习惯 就是在床上 搞这样搞那样 慢慢的床 变成一个空间 是一些醒的活动 有一个生理学的原理 在里面 这个原理 就和Pavlo 条件反射的学书有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狗 当时俄罗斯的生理学家 他无意之中发现的这个原理 最后他拿了一个Nobel Prize 他就发现 他用了一个狗 做实验 就发觉 初时 你对着狗 要摇铃铃铃 那只狗没什么 就看下你 接着没什么 但是如果你给食物 他立刻很开心 开始流口水 这样 如果你每次 都摇一摇铃铃铃 接着给食物 给他 那只狗就很兴奋 每次见到你摇铃铃 给食物 就立刻可以流口水 那你如果做的次数多了 每次你都摇铃铃 接着又给食物 eventually慢慢 那只狗 就会对你摇铃铃 有反应 下次你都不用给食物了 你只是摇铃铃铃 他都开始流口水了 那这个现象 就是我们所说的 条件反射 要解决失眠的问题 我们又有没有办法 由生活的习惯入手呢? 那我们说 如果你要改善自己睡觉 睡眠卫生 其实都很重要 睡眠卫生 就是在生活 睡觉习惯 睡房的环境 做一些系列的报纸 让自己更容易睡觉 还有一些 撕掉一些差的睡觉习惯 例如这些很常常说的 例如临睡前四至六个钟头 避免喝一些有咖啡因的产品 很多东西都可以有咖啡因的 就是因为之前我和一些人说 他们可能未必知道 原来巧克力可以有咖啡因的 或者喝茶 绿茶都会有影响的 你可以留意的了 另外就是 临睡前呢 就不建议做运动的 in journal呢 运动的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睡眠的 但是就不要临睡前两个钟头 做一些很劇烈的运动 因为你入睡的时候 其实身症代謝会慢慢减慢 然后你的身体体温会下降 所以如果你做完运动 其实身体热到狠狠声 你是很难睡着的 其实都会很长时间才可以冷静到 才可以觉得睡意才来的 有不少人都认为 喝酒会帮到你睡觉的 究竟是真的不是呢? 喝酒是可以辅助你容易入睡的 但是总体来说 其实会令到你的睡觉质素变差 特别是你后半段的睡眠 你会容易醒 和影响你的睡觉的睡眠结构 所以如果本身那个人有睡觉问题 我们不建议他用喝酒的方法 帮助到自己睡眠 之后你整晚睡眠未必是那么好的 讲座去到尾声 李教授为大家提供几个小提示 希望可以帮大家晚上睡得好些 听下他怎么说呢? 这里有些帮助睡觉的小策略 总体来说大家都会有帮助 首先希望大家在睡前 其实会腾出一点点时间 去放慢节奏 通常我们都会建议 例如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时间 或者有些同学很忙的 我们都会说尽量半个小时 你尽量在这段时间 放下你原先挺忙的生活 做一些放松的活动 尽量不要想太多的事情 例如明天的计划 或者想起今天做得不好的地方 这个时间尽量做一些 其实会令你放松的活动 这些可以是看书 或者听音乐 聊聊天 目标是放松的 不要做一些太刺激的事情 将它变成你的习惯 因为当你养成了这个习惯 就自然而然 脑会习惯了 就是当你一开始做这些活动的时候 脑就知道 差不多要开始睡觉了 开始要放些睡眠重重出来给你了 这样让你可以睡觉 这样的 另外呢 就是刚才这里说了 我们大脑其实 睡觉的过程呢 睡着呢 其实是要一些时间的 所以尽量呢 你给自己有一个 适机的过程 会最好 就不要想着 你前一分钟 十点半的时候 都还是很紧张地做东西 或者是 和人吵完架 你想十点三十五分那刻 立刻睡着呢 其实是很难的 那另外一个策略呢 就是刚才上上也提过了 就是如果你睡不着的时候呢 我们讲这个叫做刺激控制法 就尽量你睡不着 就离开一张床 做下其他一些放松的活动 等到自己有睡意呢 才再上回床上睡觉的 这个策略呢 其实大多数那些失眠的人呢 是会觉得很困扰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 哎呀离开一张床 我不是醒了吗 我今天更加睡不着呢 但是通常呢 这个是需要有少少 要辞之而行的去做的 等自己睡眼睡了 才上回床 那另外就是 前一晚 无论你睡得怎么样 你都固定自己的起床时间 因为可以稳定你的生理时钟 还有 令到你自己 可能有些不够睡也不要緊 因为你可以存回床 第二晚才去睡 另外就是 刚才说了 如果你睡得不好 晚上也不要补眠了 尽量留回床 今晚就是之后那晚才会用 听了这么多帮助睡眠的策略 不知道对你又有没有用呢 和大家说多一个资讯吧 科学研究发现 全球大约有百分之一到二的人口 属于先天小睡的体质 所以我们不时都会听到身边有些朋友 每天可能睡三四个钟 都已经体力充沛精神饱满了 历史上有一些重要人物 譬如达文西 或者是爱迪生 都出名睡得少 不过睡眠时间的长短 是因人而异 希望大家听了睡眠的知识之后 可以帮助解决到你的睡觉问题 我们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到了 下集再见 拜拜 大学堂 香港电台文教组製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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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